今天我們不經不覺都已經是第八課了 我們今天講完今天的禮記就完結了 往後剩下的四堂我們會講一些中國近代的名稱之間的文章 也會繼續我們羅馬帝國的興亡史 接下來的時間就是這樣 今天這篇禮記是非常出名的 就是大學篇 也是香港大學的校訓明德格物 也是從這裡來的 我們先看看大學 怎麼是大學呢? 不是我們現在的意思 一個很大的做學問 一個學之為大者是什麼呢? 就是唯學最大的道理是什麼呢? 一個grand,一個grade learning 是怎樣的呢?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第一個名字就是動詞 我們之前看過很多都是 第一個通常是一個動詞 第二個就是名詞 大學之道在於明白一種光明的德行 學問最高的境界就是在於明白一種很明亮的德行 在於新聞 這個不是一個親字來的 這是一個新字來的 也是抄寫的錯誤 但是流傳下來 我們就照樣跟著 怎麼是新聞呢? 就是夾身自己的人文 就是令到他們呢 令到你們的人文呢 是不停地進步 改過自身就是由這裡來的 為什麼叫做改過自身呢? 就是你 將一些舊的,不好的東西改了去 令到你自己不停地夾身 那個德行是不停地日生其德 再指於自善 就是呢 什麼時候才停呢? 就是一路追求這個學問 那個指在哪裡呢? 是去到自善 就是去到一個最善的境界才好停下來 那這個呢就是大學之道 那跟著呢 那就會再深入解釋這幾句 譬如那個子字 知子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累 累而後能得 那這裡怎麼說呢? 就是說一個人 他首先要知子 知道什麼時候停止 這個呢 就是 禮裡面一個很重大的概念 來的 知道什麼時候停止 也是一種約束的表現 譬如說 很多時候 我們一直說 就是不要種辱 就是禮 是一種約束自己情感的 一些法則 那是 不要種辱 就是 你要知道 什麼時候停止你那個蜜辱 那你才會 才會開心 知足常樂 軍事上也是 你如果是 很多時候 將領打仗 可能長勝將軍 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停止 只是 只懂得功 不懂得手 那這個也是 很大的問題 也是很多將軍失敗的原因 就是想著 贏了一仗 不停又再打 結果呢 就是失敗了 也是一個知子的問題 婚姻也是 你如果你是 就是 commit to一個人 但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停止 你 就是 那個愛情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停止呢 也都是導致了很多 現在社會上的一些 婚愛情 或者這樣 也是一個知子的概念 怎樣 什麼時候知道 什麼時候停止 什麼時候前進 進退之道 也是這樣 講得再細俗一點 賭錢也是 見好就收 所以 知子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是一種 是一種約束 也是一種EQ 來的 那麼 知子 知道什麼時候停止 知道know your limits 知道自己的限制去到哪裡 那你就可以慢慢再謀劃 所以呢 知子 而後有定 所以 你就可以 定你那個心神 定你那個目標 那就有一個確定 定 而後能靜 那你那個心 才可以靜下來 靜而後能安 也都是 你的精神可以很安長 安而後能淚 那你一定要是 那個心情是平靜 你才可以 考慮清楚些事情 淚而後能得了 所以呢 你是有一個很平安的心 那麼 你思慮問題 思慮得周長 那你就可以 成事 可以得了 運籌為厄 你一個人 你那個 預備功夫做得足 啊 思慮問題 預備好了 如果這個方案不行的 那麼我們馬上有Plan B 這樣 那你馬上是可以 啊 那個成功的機會率 就高很多 所以呢 而那個開始呢 就是由知子開始的 啊 雍正那時候為民所止 這句 也是出子大學的 啊 就是 知道 怎樣停止 那當然後來又 又變成了是雍正斬頭 那樣 那這些文字獄 啊 也都是很 很牽強啊 因為其實這篇 是很出名 也是 事子那時候一定要考的一篇 來的 好 物有本末 事有中始 之所先後 則近道爾 那麼他也都說了 我們 去考慮事物 類而後能得 考慮事物 怎樣考慮呢 也都是回到我們 我們 開頭的時候 我們講話 分析一件事呢 要知道他那個 本末 物有本末 知道他那個 中始 知道他那個 時間性 先後 看他那個陰 也看他那個陽 兩面都看 看那個時間性 內外 那個道理 那麼你知所先後呢 則側近道爾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做事是 那個先後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 你處理 簡單到一天的事務 這樣 如果你有些重要的事 當然是做了先 一些沒那麼重要的 放在後面 你怎樣安排你的時間 但time management 也是一個先後的問題 古之玉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 玉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 玉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 那麼 那 這裏呢 大學篇 他就說 如果你是想把這個明德 明 這個明字 也都是 動詞 將這個明德 光明的德行 明照於天下 即是令到他 天下都光 令到他非常光亮 將這個德行 可以照亮的世界 那麼要怎樣做呢 先治其國 首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 玉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 要令到自己的家庭 是很整齊 即是井然有序 玉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 但是呢 也都是先由自己做起 你自己做到 才可以 要其他人去做 那麼這裏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 當時呢 春秋戰國 其實他那個國際的觀念 也是非常之 非常大的 明明德於天下 即是天下 即是我們現在說的 一個 一個 先治其國 是他看東西 孔子看東西 不只是看自己的國家 不只是看老國 或者趙國 他是看 他是看一些 很 很 universal 是看一個 普天之下 所以呢 為什麼 中國的哲學 是可以 在世界那個 哲學體系裡面 是可以 站得 這麼 超然 可以有自己的聲音 因為他考慮問題 他不只是考慮 一些很 local 的東西 他看東西是很 global 他考慮的東西 也是考慮整個 humanity 他不只是考慮 很偏激的一種民族主義 不是這樣的 所以呢 你唯有這樣 你才可以 真的可以 影響到人 那個文化 是可以慢慢滲透出來 中國其實 他 他開頭只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例如香港 那時候是屬於南盲的地方 但是 透過 由於他的道理 是可以 超越國家 是超越民族 所以他可以慢慢滲透到你 是一個 很有滲透力的一種文化